又到了真佛秘法小学堂的这个单元了 在今天的这个单元里面 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台北中观堂的 试连乐金刚上师 上师您好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上师 这个上师呢 在前面的节目里面为我们谈到了四无量星 我们今天再请上师为我们开始四无量星 好的 其实我个人本身呢 非常非常喜欢四无量星 那么秘教之所以为秘 这个秘不是秘密啦 是因为他的理去跟智慧的确是非常深奥 没有根本丧师来为我们开示 来为我们传授 我们怎么样都还是绕在佛法的这个外围里面 还没有办法进入到实证的智慧 所以我们一个行者 看似都是端坐在那边修法 但是呢我们每一个人在修法里面所生起的每一个观想跟念头 其实呢是任何一个人所不知道的 所以这秘教之所以为秘 他的奥义就在这里 那么我们一个秘教的行者 在这么一个修法殊胜的法源当中呢 不仅自己在不断的进行着自己灵性上的提升 而我们念头只要一广大发出四五亮心 升起菩提心 在当下那么你的亲人 眷属怨敌乃至于一切的众生 也得到这样大的加持 这样大的法益 那么这个就是密教修法的殊胜 那么在四五亮心的这个修行当中呢 其实呢我个人呢也非常喜欢 玛吉拉尊者的舍身观 连圣伙佛弗开示四加行法 再加上上师相依法 再加上舍身法 就是所谓的六加行 那么到底什么是舍身法呢 那么舍身法呢是绝余派的主师 玛吉拉尊者所传授的 那么这舍身法的旅趣呢 跟密教对于人跟宇宙之间的关联呢 是息息相关的 我们说我们的人体是地水火风元素的组成 那么我们自身的地水火风 跟宇宙的地水火风 它是相应的 所以呢我们人的身体呢 我们的皮肤 我们的骨肉 这个就是属于跟大地的地的元素 是一样的 那么我们身上所流的血液 我们的鼻涕 一些水的元素呢 跟宇宙的水 跟我们大地中的海洋湖泊 是相应的 那么我们人体的火 跟宇宙的热暖的能量 其实它是相应可一的 那么我们的呼吸就是风 那么在舍身法的修行里面呢 那么行者也是观想自己 所有的皮肤化为无边无尽的大地 那么我们的骨头呢 化为这个高山 我们的肉呢 化为一切的平原 我们甚至于在皮肤上的毛发呢 都像一棵一棵森林的大树 那么我们自身呢 我们地的元素 跟我们这个沙坡世界 美丽的大地 它是合一的 那么我们自身呢 我们的血液呢 就跟我们沙坡世界的海洋湖泊 是一样的美丽 一样的广阔 一样的浩瀚的 我们身上火的元素呢 就是充满了化育众生的 一个温暖的能量 那么我们的呼吸化为风 那么在舍身法的修行里面呢 这一切都是供养众生的 这一切都是供养众生 所以呢 在密教的一个修行里面呢 其实它是非常非常感人的 不仅用我们的生命来供养 而且呢 用我们生生世世的愿力 来供养 来发菩提心 那么我们的菩提心 在上一集提到 菩提心就是佛心 那么我们一个行者 在他修行的过程当中 真正从内心里面发的菩提心 是多么的深远呢 这个菩提心呢 我们只要一念发菩提心 我们就期望 虽然我们这一次 或许修法不会马上得到成就 或许还有很多的过失 还在六道轮回 但是因为我们的菩提心 我们也愿意 未来不管我们在六道的哪一道轮回 乃至在三二道受苦的时候 我们都不会忘失我们的菩提心 这么坚固的心呢 才是真正的金刚心 这是对众生非常非常深刻的爱 那么这个爱呢 不是从法的仪轨里面去生起的 是从行者的心中 一直不断的去体现去流露的 所以一个行者真正的 体现到修行的 滋味这种法喜的时候呢 其实我们的生命呢 就充满了无尽的价值了 感谢连乐金刚上师 跟我们做这么珍贵的开示跟分享 在节目的最后呢 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打电话进来 全新一季的密宗道次第广论修行笔记 我们就免费的送给大家 在节目的最后再一次感恩是 连乐金刚上师给我们做的法语开示 同时非常感恩所有观众朋友 您今天的收看 这个礼拜六的同一时间 不要忘了继续收看 连生活佛奖六组谈经 阿弥陀佛 又到了真佛密法小学堂这个单元了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是 台北中观堂的 试连乐金刚上师 上师您好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上师来到节目当中 在之前的节目当中 上师为我们开始到 修饰金刚心菩萨法里面 很重要的要发四无量心 那今天我们要请问上师 为什么在修法里面 还有一定要有这个忏悔在里面呢 是的 在金刚心菩萨法的修法 我们说这是一个我们心形的训练 进化跟提升 所以在我们心形的训练当中呢 我们的菩提心 我们的四无量心 跟忏悔 就是我们一辈子的 很重要的一个功课 所以呢 在金刚心菩萨法里面呢 忏悔是非常重要的一环 那么我们为什么要忏悔呢 我们为什么要发菩提心呢 我们的忏悔跟菩提心呢 不是在修法的仪轨里面 那么读一遍就过去了 忏悔跟菩提心 应该是一种心灵的状态 我们的心灵呢 常常处在慈悲喜色 常常利乐众生的一个状态 那么这就是无我的修行 那么我们的心呢 常常处在 内观自己一切生起的 种种身口意的过失 而不断的忏悔跟进化 这也是我们内心的一种心灵的状态 所以呢 我常常呢 跟同门在分享 我们密教的行者呢 最重要的是将我们世俗凡夫的 生口意转化为 本尊的生口意 这个就是一个转化 一个进化 所以我们常常要要求我们自己 生口意是清净的 那么在生口意的 一个清净的一个修行过程当中 它代表什么呢 所谓的生呢 就是代表我们所做的一切的行为 以及我们的戒行 是不是清净 所以我们在戒行清净 我们一切的行为呢 都能够很清净的时候 那么我们的生就清净了 那么口呢 代表的是我们所说的每一句话 我们一个世俗凡夫呢 经常会常常不经意的造口意 那么所谓的口意 包含着妄语 奇语 两舌恶口等等 那么我们的意念呢 更是常常 你没有办法自主的 有很多的过失 有很多的妄念产生 那么我们一个行者 我们就要在我们的生口意里面 去转化跟进化 那么到底呢 一个行者 我们刚归一的时候呢 当然我们也不是圣人 也不会完全 就能够达到这种生口意完全清净的一个 那么样的一个目标 那但是呢 我们一个行者跟一般的世俗凡夫有什么不一样呢 我们或许身为一个行者也会有过失 但是呢 当我们行者在自己生口意的过失里面呢 我们如果能够很警觉的能够看到自己的过失 并且马上当下忏悔 流露出这样的一个清静的一个心灵状态的时候呢 那么才是一个真正的行者 如果我们在我们自己的过失当中呢 还要为我们自己找理由 那么我们跟世俗凡夫就没有两样了 所以忏悔是一个心灵的状态 是我们经常呢 在觉观自己过失的状态 并且随时在转化 进化自己过失的 让心灵提升的一个圆满的状态 谢谢上师的开示 在节目的最后呢 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打电话进来 全新第五季的 密中道次第广论修行笔记就送给大家 在节目的最后呢 我们再次的感谢 世联月金刚上师来到节目当中 同时非常感恩所有观众朋友 您今天的收看 这个礼拜六的同一时间 不要忘了继续收看 联生活佛奖六组谈经 阿弥陀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